阿湯哥 阿湯哥 放閃 還供騎重型摩托車 四十八歲的珍妮佛康納利 即使將近年過半百 依舊美麗動人 很興奮 我曾經拍攝很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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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興奮 很興奮 天生麗質 五官深邃 擁有愛爾蘭 挪威及猶太協統 珍妮佛康納利 從小就是美人胚子 十歲開始受邀當模特兒拍廣告 1984年在大一幕出登板 跳舞的聲音雖然只有短短幾分鐘 但優雅的氣質早已駐留觀眾心中 從少女變女人 青春無敵的珍妮佛康納利 曾為戲寬衣解代 可說是當年男士們的國民初戀 尤其1991年電影《神采飛揚》裡 其在電動木馬上的這一幕 更是迷倒眾生 但他可不只外表迷人 演技也獲得肯定 不僅靠於羅蘇克洛合演的美麗境界 一舉贏得奧斯卡女配角獎 也被項中參與李安導演 拍的綠巨人豪客 我希望你幫助他 即使人氣不比同期的 安吉列娜球力 及妮可基曼 但珍妮佛康納利 卻特別跟漫威電影大有淵源 2003年嫁給 《復仇者聯盟》的幻世 英國男星保羅·貝特尼 更為蜘蛛人返校日 人工智能系統 服裝節凱倫現身配音 煙軒喜歡的劇本演出 珍妮佛康納利的個性美 讓她在好萊塢讀書一格 現實生活擁有三名子女 家庭可說 幸福美滿 間距古典與現代美感 珍妮佛康納利也被超級名牌 Louis Vuitton看上 擔任包包代言人 顏值高 演技好 未來繼續擔當電影女主角 讓粉絲大包演服 《三地新聞》全部人報導